Hello,大家好,我是毛头发,我在温州,我在这里温州,我身后是非常繁华的温州的市区,很多高楼,高楼林立,非常厉害,我准备看一下,带大家看一下温州的高楼和城市建设,好的,我们看一下吧,这里楼房非常多,这里还有山,建筑非常多,非常厉害,山也很厉害,这里还有一个特别高的楼, 我也不想了解是什么楼,反正特别高,没错,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楼,这里还有姜,这个是什么姜,这里还有姜,又有姜,又有楼,非常繁华,非常厉害,给大家点个赞,这里是一个交通树鸟,设计一个车道的地方,交通非常便捷,城市建设非常好, 另外也非常厉害,就是这个玻璃有点脏,但是问题倒不是很大,这里面有很多高楼,视野也不错, 这边好像是一个车站,还是公园一样的东西,我们也不想了解,这边是一个公园,很厉害,浴化非常好,云里屋里的感觉,也非常好,很厉害, 这里有个篮球场,这里有个篮球场,大脚板一样的地方,这里有个新天地园,这里有个山江口,云里屋里,我非常喜欢这种云里屋里的感觉,有点很山水化的感觉,有没有觉得大家,很厉害, 这东西,这东西也比较厉害,可以在这边干电影,这个公园应该很厉害,这里有个虫子,没关系,厉害了, 这边喷泉,它没有开,差点意思,但是绿化我们看到了,就大家看这个高楼,就有点曼哈顿啊,纽约的感觉,你们看,就这个城市规划我们也可以看出,它是有设计过的,包括这个水道,这些桥梁,都是有设计的,不是随便就楼在这里,都是有很有美感的建筑, 包括远处的山,这里,一些建筑工地,很多房子还在建设中,隐隐约约,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,三到五年之后,这里就是,国际大都市一样的造型,包括基础建设,都在建设中,配套的, 基础建设,很多工地,都在建设中,公园什么的,绿化带什么的,包括这些小区,一看就非常高端,非常大气,上档次,这个风景非常不错,很厉害的一个地方,我们给它点个赞, 我们再从,这个角落,再俯瞰一下,这里楼,桶子楼,都有设计,而且楼也很高,特别是楼下的车停,很整齐,根本很少有乱停乱放的现象,非常文明,据迷闻都非常文明, 这边,这边,有点厂房一样东西,看来,坐落在期间的厂房,还是有拆迁空间的,就是,以后,如果要扩大建设,还是可以的,这里,马路也四通八达, 然后,很多地方,感觉都是在建设中,很平,工地还在建设,以后应该会很多高楼,全是高楼吧, 以后,远处,乘很多山,一层一层的,能见度今天不是很好,可能因为天气暗,但是,隐隐约约,就看上去,非常繁荣, 这个温州的城市建设,我们这一圈看下来,还是不得不佩服,比很多,我们见到的很多,三线城市,四线城市, 要发达很多,感觉,就是,走在了时代的,很前线的样子,非常厉害,我们给温州,点个赞,好的,这个城市建设,我们已经, 大概看了一下,就是,我们站在一个,很高的角度,俯瞰了一下,就是,温州市区,方圆,可能,十几二十公里的,一个,城市建设,一些, 高楼大厦,这些东西,包括一些绿化,极建,之类的,可以看得出来,这个城市,还是非常有活力的, 然后,一些基建,包括一些建筑,都,非常高大上,新的工地,也在,建设中,就是说,所以说,大家说,温州的, 土豪非常多,温州非常发达,没有来过了,我们可能不了解,你像我一样,来过,看过以后,你就,不得不佩服,温州还是非常厉害的, 我们给温州点个赞,厉害了。